好的 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盼望着 盼望着 中秋来了 八天假期的脚步近了 电影院里百花齐放 红得像火 白得像血 还有一些菜 算了 后面词忘了 直接说正事 国庆囊有这么一部电影 一点就到家 今天来聊聊看完首映的 我的纯主观感受 个人觉得影片看完 好像比想象当中 还要好看那么一点 在期待以外多了一些惊喜 就好像你去买原味机 店员看你长得帅 送了一个全家桶 就像你去买奶茶 店员看你长得帅 给你加了一堆料 还附带了一块蛋糕 就像你去迪士尼 公子日员看你长得帅 送了你VIP通行证 全都免排队一样 有人问了 那我长得不帅怎么办 嗨 我都敢说自己长得帅 你有什么不敢的 整部影片给人的这种意外之喜 究其原因 先说导演许红宇 愣提他的名字 可能大家一下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一下前不久 我刚搞过的穿越火线 那可能就有画面了 没错 这部让陆寒老师口碑回声的剧 就是由他指导 再往前说的话 从建国大夜 到夏乐特烦恼 从十月围城 到赵氏孤儿 很多影片都是由他操刀剪辑 这位80后导演的履历 可以说给这部片子 夺加了一层保障 在此基础上 整部影片看起来 也确实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刘浩然 彭于畅 银仿 虽然他们脸晒黑了 衣服搞土了 造型正没有了 但是依然挡不住他们 和我不相上下的颜值 算了 我这脸估计也是没有了 对于期待浩然弟弟的朋友们 我必须额外强调一下 本篇的前半部分 或者说他们刚回村的时候 千万不能错过 那可能是你近些年 能在大萤幕上看到的 浩然弟弟的颜值巅峰 嗯 没错 不是的话你回来打我 三位主演 自带的少年感 自然吸引眼球 与其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 三位的演技 在青年演员中 属于数得上的那一批 这也意味着 这并不是一部 工业感过强的 靠颜值之称的流量电影 说说电影里的 一些不算剧痛的内容 讲创业的故事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猪 总有人说 只要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也有人说了 风一平 摔死的都是猪 于是本篇当中 那个长着翅膀的猪的出现 就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就显得那么的别具一格 就显得那么的非猪旅人 本篇的金举大师 彭斯秀冰托 于畅斯基 曾经学习到了 威尔金北极浩然的一句名言 失败的是事 不是人 本篇中还有大量的金举出现 比如何人弟弟 对心理医生的亲切问候 比如银访扮演的 李少群失落难过的时候 彭斯秀冰对他 发自肺腑的 充满感情的安慰 至于到底有多亲切 多深情 本着不剧透的原则 还是等朋友们看完了再说 总的来说 在限定主题下 一点就到家 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影片 疫情在国内 算是暂告一段落了 但是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 一时半会儿 却无法消退 乡村变商 是像曾经给第三世界国家 提供了新思路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 给限定村建设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也给很多年轻人 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梦想可以有很多种 初取和回来 都有可能成功 而且人们越来越发现 在一个不是家的地方 怎么做 都有一种陌生感 怎么做 都像是个外人 如果这样 还不如回家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如果你想找个放松的影片 如果你想顺手 看到一些新的可能 如果你对于未来 暂时陷入了迷茫 那么10月4号 不妨走进电影院 去看看这部 一点就到家 当然了 5678号去 也不是不行 乐意的话 9号翘班 也不是不可以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业余 无脑看边 我是你们的智障 我们下期见 对了 最后我要加一句 如果真的有听了 劝了9号翘班去的同学们 你们的务工费 我是不管的